哈巴古书 第二章 我要站在我的瞭望台 立在城楼上观看 看耶和华要对我说什么 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 耶和华回答我说 将这末世清楚地写在看板上 使人容易朗读 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 论及终局绝不落空 他虽然单言你要等候 因为他必临到不再迟言 看哪 恶人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 唯一人必因他的信得生 他因酒诡诈 狂傲 不安于味 他张开喉咙 好像阴间 如死亡不能知足 他聚集万国 招聚万民权规自己 这些人 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和俗语 嘲讽他说 货灾 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 靠押金发财 要到几时呢 咬伤你的 岂不忽然兴起 扰害你的 岂不突然崛起 你就成为他们的鲁物吗 因你抢夺许多国家 流人的血 向土地 城镇和全城的居民施行残暴 各国残存之民都必抢夺你 货灾 那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 在高处搭窝 指望得免灾祸的人 你图谋建出许多民族 犯了罪 使自己的家蒙修 自害己命 墙里的石头要呼叫 屋内的栋梁必应声 祸灾 那以鲜血建成 以罪孽造阵的人 看哪 这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 万民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 万族辛苦建造的 归于虚空 全地都比认识耶和华的荣耀 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 货灾 那给临舍酒喝 加上毒物 使人喝醉 为要看见他们下体的人 你满受羞辱 不得荣耀 你也喝吧 显明你是未受割礼的 耶和华右手的杯 必传到你那里 你的荣耀就变为羞辱 黎巴嫩所受的残暴 必淹没你 野兽所遭遇的毁灭 使你惊吓 以你流人的血 向土地 城镇和全城的居民施行残暴 偶像有什么益处呢 制造者雕刻它 筑成偶像 做虚假的教师 制造者 依靠的是自己所做的哑巴偶像 祸灾 那对木头说醒起 对哑巴石头说起来的人 偶像岂能教导人呢 看哪 他以金银包裹 其中并无气息 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 全地都当在他面前肃静 卡在里面耶两周 直接81号 接下来的人 接下来的人 但是 而且 国民精神 并非 其他确认 专家